华人新移民在美国打官司有哪些注意事项 东京新闻特别专访到南加州知名律师郑博人为观众分析 华人移民到美国之后常常会发现在美国跟亚洲之间的法律相当的不同 借非常荣幸的邀请到郑博人律师到现场跟我们讲解 郑律师可以跟我们说明一下在美国跟亚洲打官司到底有什么不同 因为我发觉很多的华人来美国的时候他们很惊讶 他们觉得我们美国打官司的方式很不习惯 这不是说我们歧视华人 其实华人的系统是照着欧洲做事 美国是一个单独的国家 所以其实不是只有华人有很大的疏忽 很大的很惊讶很怀疑 其实很多欧洲的客户也是觉得说 我们美国打官司的方式他们不能接受 另外在签协议时应该注意哪些事项 第一在美国关于律师费用 律师费用如果没有在你协议里面 然后你有一个协议纠纷 你律师费用是拿不回来的 美国是如果在你协议里面 你没有讲谁输谁付 最后是各付各的 还有很重要呢就是关于心理损失 心理损失在美国的话是很普遍 就有很多的案子是有心理损失 可是心理损失在商业里面没有心理损失 所以有很多的华人还没来美国的时候 他们会说我有违约 对方他有疏忽 所以我花了很多时间 我心里很不舒服 所以我要告心理损失 可是在美国的话 只有劳工里面的话 心理损失才有 一般别的案子 特别商业的案子是没有 第三管辖权 管辖权在美国的话的规定是蛮细的 只有被告人在哪里 还是协议在哪里签 你才可以在那里告 所以很多的华人 因为华人的声音很多嘛 有的在加州 可是他可能那个协议是在纽约签的 还是被告人是在纽约 最后要跑到纽约 客户的话他们很惊讶 怎么会这样子 因为管辖权 所以如果今天你的管辖 对你来讲很重要 你一定要把管辖权放在你的协议里面 那么在美国对于法人的定义 跟亚洲是不是也相当的不同 在亚洲特别是中国 如果你为一个公司签名 你有连带责任 加州你没有 美国你没有 所以今天如果你要卡住私人 那你要放 关于甲方乙方的话 你也要放私人的名字 他也是单独在签名 很多的华人因为看到对方有写他的名字 就会觉得 哦我给你签这个协议 不但公司有责任 你有责任 可是美国没有这个法律规定 美国的法人跟亚洲的法人是不一样 法人在亚洲都是连带责任 美国的法人是没有连带责任 只有他做了欺诈的行为 美国欺诈的行为是一个十分高的标准 不是那么容易可以达到 所以要让每一个人知道说 当然您要有法人连带责任的话 不是那么容易 最后华人民众用中文来入口供时 应该注意哪些事项 一般在美国 如果你是讲中文 你会有个翻译 你有不一样的语言 你不能用中文在法庭里面 所以入口讯入口供的时候 他会有一个翻译人 在翻译在美国你要知道 这个翻译人 他是做直翻的 直翻的意思就是 你讲什么 他会直接把它翻译 所以很多次客户 他们做入口讯入口供 他们讲话很有学问 他们会用很多的成语 他们讲的话呢 用的语言就像一个博士一样 可是你要知道 翻译过来到英文 因为是英文进到法庭 是一个无法理解的话 抛装淫欲 你把它真正的翻成英文 你知道是什么 是把一个欲丢到海里面 然后有水这样 你可以想到这翻译成英文的话 大家就觉得你是笑话 所以要让大家知道 在入口讯入口供的时候 最好的最应该做的是什么 讲话就像一个初中 还是小学的小孩子 所以你直翻过来的时候 他也是有个简单的英文字 进到做你的口训 做你的证词 很多的华人我可以讲 有很大的疏忽 最后做了入口讯入口供的时候 讲的话太有学问了 反而翻译变成英文的时候 没有人听得懂 然后最后律师很聪明就用这个话来攻击您 谢谢郑律师的详细讲解 相信观众对于在美国打官司 一定有了更深刻的了解 在这边也要提醒观众 如果有任何关于法律上的问题 一定要请教专业的律师 才能确保自身的利益 现在就把现场交换给棚内主播